哇 丁姐最近演一个戏 在婆婆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第二 说其实 丁姐说你单身 但是你十多年前 你真的有领养过一个小孩 有啊 有啊 领养 我领养 对 我还去法院公证 那是真的就是 对啊 在法律上等于就是 对啊 是自己的儿子 你不婚为什么想要领养小孩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演艺圈 那一段时间 好像有流行一个 就养别人的小孩 哪有啊 哪一段时间啊 有有有 我年轻的时候 对 后来我想说 我家有一个啊 我弟弟的小孩 因为他们 他们有婚姻的问题 生太多了 对 对 那我那个时候 我们本来养了一阵子 后来我妈是觉得说 小孩子要由母亲来养 你比较照顾得到 那你几岁的时候领养回来 他小学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 对 我本来是想说 我去看他之后 这件事决定之后 我就和我弟弟去看他 看他之后我就想说 因为台北的程度和南部不一样 那就是暑假的时候 你过来时间比较长 补习一下 看你的程度可不可以 结果 结果把他带来以后 回去 他就有一支联络 我有跟他说 你 你就 那时候有达陆基 对不对 我说你那个时候就说 我是谁 然后我在家的话 我就会接电话了 要不然 如果我忙 不是很重要的事 我就不会接 结果有的时候 他就常常有电话 后来 后来南部就跟我 他常常有电话来 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 就是咕咕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讲话 当时还叫咕咕 叫咕咕 叫咕咕 结果后来南部就告诉我说 他跑到别人家去打电话 用别人的电话 别人邻居的电话 打长途电话 那人家就很 这是当然很不满意的 对不对 你小孩子 对 然后后来就 没有等他那个 寒假就把他送 带回来了 大概三四年间 中间的寒假 你就决定要领养他 没错 办正式的法律 但是我是觉得 一定要办 那个时候我妈还不同意 她还说 你单身 然后带给小孩 人家一定会说 点点点 那如果我做了 这个手续的话 就很清楚嘛 对啊 然后就带了一阵子 一直到他 男生 考上 男生 男生 考上专科以后 那你领养之后 都跟你说 还是叫姑姑 叫姑姑 到现在 就叫姑姑 她不计较啦 其实是母女儿女 我跟她妈妈那天有去 我们去办手续的时候 然后她妈妈就说 她妈妈也在 对 她妈妈就说 大姐我可不可以 那个 来看小孩 我就说 她就是你的小孩 我只是做了这件事 对我只是养她而已 对放到我这边养而已 对你还是她妈妈 所以我没有叫她 叫我妈妈什么的 我就是叫姑姑 现在多大 四十几岁了 四十几岁了 干嘛 吓死人啊 她其实是一个 真的是 很 很慈悲的小孩 对 慈悲的小孩 用慈悲来形容小孩 心很好 她出很善良的 对对对 那你现在当阿嬷了吗 我当阿嬷了没 她没生 她没生 那你们还住在一起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自己住 我和我妈住 你陪妈妈 只是那个时候 带小孩最困难的 就是因为 到底不是 如果是我自己生 那她的任何状况 我自己负责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不是我的 我就要对 她的父母负责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就负担很重 所以我会很严 那她的青春叛逆期 你怎么严 有的时候我会提罰 有的时候我会打 对 这个我会的 因为你知道 马上就回去 你又不是我妈妈 你凭什么打我 但她好像 还是比较喜欢这边 所以你现在 反正现在对你是很孝顺 她很棒 她真的是很好 然后她又说 她爸爸我 她都要养 我想说 这个 你有这个心是非常棒 那但是呢 那个 这以后再说 我是不希望耽误别人 对 因为她会有 她的人生 她的家庭 对 来 我们来看你的子女运好不好 我美玲老师 什么姓名笔画的人 子女运会好 而且会对我们特别孝顺 我们没生了也可以看子女运吗 看狗运 我们看狗运 宠物运 宠物运 也是 是啊 她也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的毛小孩 也是我们的子女 其实我跟你讲 那也是跟我们 如果没有累结的姻缘 她也不会跑到你家 是 真的 所以她也是任何动物都可以 都一样啊 猫啊 狗啊 它跟你也是有那个 小鸟啊 它也是跟你有那个姻缘 真的啊 我们朋友就这样子啊 就是你也认识的 就是她的狗就是 竟然刚刚走了之后 然后有请那个沟通 狗连沟通师来沟通 真的都讲的事情都对 是 真的是有缘分的 她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来看 看第一个 如果要看子女工的话 要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第二个字加第三个字 如果是单名的话 就是你第二个字的笔画 加一 那就是你的地格 地格代表着 我们的子习工 子女工 所以我们来看 当你的地格有 十五画 十二十 二十六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六的人呢 她的子女工会比较好 我有三十六 但是 你看子女工 并不是说没有对到的人 子女工并不好 也不是说没有对到的人 你的子女不孝顺 而是有时候 我们父母的态度 会取决于小孩子 对你的态度 有的父母呢 他可能比较工作 比较忙 是 他可能他的时间 他的时间比例 并不是放在小孩子 身上比较多 那这些呢 他为什么会 他的子习工比较好 我们来分析 就是说 当你有十五二六的人呢 因为他对小孩子 太过用心 你知道有的 有的父母是他 可能他会有一些时间 是放在他的感情 跟老公的相处 有一些时间 放在朋友的时间 有一些时间 放在他的事业上 但是二六十五的人 他会太专注小孩子 一旦生了小孩子 他就围绕在 他的小孩子身边 小孩子为第一 你知道有一些女人 是生了小孩子之后 再也不跟闺蜜在一起了 也把老公 比起在一旁 没错 他专注在 他的小孩子身上 所以他就会 很用心地 去教育他的小孩子 那他每一天 跟他的小孩子 他会教育他 他会教育他说 你妈妈 现在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 我做什么 都是为了你 我没有去工作 也是为了你牺牲 我没有跟朋友在一起 也是为了你 他会耳提面面地 告诉小孩子 我都是为了你 所以你长大 必须孝顺我 所以他从小就 不行 从小就知路了 有很多父母会这样 但有的父母会觉得说 没关系 你只要你乖乖地 长大之后 父母自己会养活 自己你只要 把你照顾好就好 但是这个 他会耳提面面地 告诉他的小孩 你长大之后 必须孝顺父 其实小孩子 还是要教育 对 压力好大 对 你小孩子 因为现在为什么 小孩子都顾自己 因为父母都跟他讲 我不用你担心 但是他自信 他会告诉他 你必须要怎么做 要有家庭观念 所以这小孩子 在这种 从小被教育 有家庭观念 这个状态下 他长大之后 他就会 哪怕他结婚 或者是人在外面 他都会比较是 会想到父母 他就不会自己 过自己的 那另外一种呢 这个是 二十花跟二十九的 他的子息 宫比较孝顺是 你知道有一种 妈妈是比较弱 他是需要 他的孩子来照顾他 你知道吗 有一些小孩子 他从小就必须 照顾着他妈妈 对 因为他妈妈 他就觉得说 哎呦 这样子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所以小孩子可能在 他在他国中的时候 就开始担心这个妈妈 所以他从小 他的小孩子 就养成习惯 会来照顾他的妈妈 有时候妈妈 太强势的时候 女儿不会 儿女不会很强 以后妈妈视若的时候 他自然会培养出 比较强的儿女 他自然就会照顾妈妈 这个是属于这样 因为他本身就不会用 很强势的态度 去面对他的小孩 所以他自然就会产生这种 比较孝顺的小孩 那翠平这种呢 就是说三十跟三一的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 你们从小就把小孩子 当成朋友 对 你懂吗 你们跟孩子 永远就是像朋友的关系 小时候也可以吵吵架 也可以一起疯一疯 也可以一起玩 所以小孩子从小就会跟你 是一种亦师亦友 又像闺蜜 然后这样子相处到大 之后呢 他对你的孝顺是那种 妈妈我现在要玩什么 我要带着我妈妈 我结婚我也可以带着我妈妈玩 我怎么样都可以带着我妈妈 所以这种也是属于一种孝顺 所以你的小孩 你从小教育小孩 是那种比较自由式的 对 没错 我是让他比较自由 然后我比较希望能够跟他当朋友 他就会比较很多 把很多事情都告诉我 是 比如说谁谁谁 哪一个学校有人想追他 谁对他有兴趣 他哪一个跟闺蜜发生什么事情 学校发生什么 他就跟我讲 很多小孩子 是不把这些事情跟父母说的 他会跟我说 是 所以有时候 我们父母跟小孩子的相处 他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你用什么状态 小孩子长大之后 他相对也会用这样子的回馈你 那没有对到的也不代表说 你的小孩子就不孝顺 就是说你只要懂得如何跟你的小孩子 用方法相处 其实都会很孝顺的 了解